我們這課程基本上大概會分成五大類函數 跟各位說明 反正第一類 我們前面三次上課有提到文字與資料相關函數 OK 然後之後邏輯日期等等的 然後大概會這些方向 然後內容部分主要是以Sale到VPA 大概是這樣 那我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個的話 如果你要找到我的東西 像我的教學部落格 你打吳老師應該會排在前三個吧 之前應該是排在第一個 可能我最近比較少PO文章 所以好像慢慢掉下來趨勢吧 那其他如果你找你是有VPA教學 其實一堆也都是我 大概我發現第一頁幾乎快被我洗版了 找到幾乎是我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 這是我相關的簡歷 那這個簡歷部分的話 這可能要更新一下 這是之前的 本來是33,000 現在36,000 然後之前有相關的創業經驗 然後也得了一些獎項 然後目前的話除了在原治這邊 也有在像臺師大像東吳 也是上這個課程 OK 那為什麼找到我 其實我發現他們也都網路上找的 像臺師大那一個資工系的這個主任 他就Google 不知道他就找 發現奇怪 怎麼以色列為VPA 就是這老師的東西特別多 於是乎 他就寫信問我 那剛好呢 我的其實臺師大也算我的母校 碩士也是在那邊完成的 然後其他的話呢 還有一些很多地方 這個授課 那其實我的歷程滿跳通的啦 可能對一般來說 但是我剛開始並不完全不覺得這樣有什麼奇怪 因為我覺得我只要 那個領域是很重要 可是我不會的 我就會試著想要把它學會 所以我在念措施班的時候 我發現程式設計好棒 一下子可以找到我要的東西 哇 太奇妙了 於是我想說 這東西這麼好 我應該把它學會 然後呢 我就花了很多時間 但我剛開始覺得說 怎麼這麼難學 後來發現我搞錯方向 為什麼 因為我把它當人文的方式來學習 那當然一定一直看一直看 那其實這東西 最重要就是 你只要做會了就OK了 不用想太多 它沒有那麼複雜 它毫無感情的 你學會就對了 學會就對了 OK 你也不要想太多 那跟那個 你的情感上面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情感的話 你還要想很多 有沒有 這個人到底 他的喜怒哀樂戲 還有很多 不是說只有喜 四的話 也就只有 不是只有單一四 還有什麼 很多很多灰色地帶 OK 那 再來的話 拿了一些獎項 另外還有一點 我覺得蠻重要的 如果以後 你非本科系 你要證明說 你自己有相關的 專業能力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考證照 OK 那不是說 因為我自己考這麼多證照 我才這樣講 OK 因為我自己拿了超過30張以上的證照 那最近呢 還有一些新的證照 我也在努力 像最近有AI的 那我本來是 去年本來 去年本來要考 因為疫情關係 就沒辦法考 一直拖 之後 只要有機會 反正就多充實 有點像累積 你的 怎麼講 履歷吧 那對我來說 考證照 不是為了工作 而只是一種挑戰 蠻愉快的 收集證照 對不對 那另外的話呢 我的頻道 我到我的頻道 不是只有一個 我目前頻道 好像有七八個吧 我不知道 OK 那目前有獲利的 其實他有獲利 上面有有廣告 其實 大概就是兩個吧 那我們上課的話 有個參考用書 OK 那這本參考用書 當然你可以去 圖書館找找看 主要就是第一階段 你要了解什麼 Excel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函數 特別說 Excel裡面函數 數量多少 那為什麼要知道 Excel裡面的函數 因為一個函數 代表一個解決方案 也就是你可以解決一件事情 OK 所以你如果裡面的函數 你都會的話 那表示你基本上 Excel就掌握了80% OK 所以第一個 但是呢 你會想說 那有些東西沒有怎麼辦 沒有就要自己寫 自己寫就要用什麼寫 用VBA寫 OK 所以為什麼要教VBA 因為很多的功能 其實Excel沒有提供 那沒有提供怎麼辦 自己把它變出來吧 OK 那要怎麼把它變出來 那就要會寫程式 那寫程式難不難 你如果看影片大概這樣 其實說真的 字數非常少 但是 一個字都不能錯 那會很困難嗎 其實講白的 反正你就寫對就好了嘛 所以你只要 掌握幾個要決 第一個細心 不要錯 第二的話呢 照著寫 OK 然後理解它 就OK了 那慢慢可以越寫越多 越寫越多的好 就是你就可以寫 解決複雜的事情 大致上這樣 然後其他的話 大概還有一些 其他的相關的書籍 我是建議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的話 那你可以去找相關書籍來看 OK 不過跟各位講 這畢竟是工具書 工具書 你就不能把它拿來 跟文學性的書籍 書籍一樣的 的閱讀方式 工具書 就是查詢用的 但剛開始你可以 像我的習慣是 閱讀 等到呢 我需要的時候 我再把它拿出來 我會了就OK了 我不要說 一定要 所以像慢慢 比較不會買這種工具書 因為我覺得 大部分好像都放著 另外的話呢 我剛剛跟各位講 未來的趨勢 這個新科技 就會有新的什麼 新的機會 也就是說呢 你未來 如果你希望呢 你會比別人 多一些機會 然後呢 你的薪資 也會比別人高的話 我是建議 了解這個 ABCDEF OK 媽好記的 就是反正我就是 自己想了一個方 剛剛好 AI 所以以後 相關AI的 相關概念 如果你不清楚 請你稍微了解一下 很簡單 如果你不知道 去哪邊找 YouTube上面一堆影片 圖書館一堆書籍 你就把它拿來看一下 什麼叫AI OK 那重點應該是 這個AI 對於我們未來生活 有什麼影響 OK 有什麼影響 沒影響嗎 影響很大喔 OK 哪些影響 還有對文學有沒有影響 有影響 以後會有個 AI AI作者 AI寫手 有沒有 以後的話呢 你只要跟他講說 我希望 寫什麼樣的文章出來 那AI自己幫你寫好 那AI 可不可以寫詩 AI幫我寫一首詩出來 你要寫什麼詩 題目給我一下 給他 寫出來比一般更厲害 哇天啊 對不對 AI你可以幫我寫一首詞 對不對 可不可以啊 但是這個 也許短時間還看不到 不過 總有一天會出現 比如說 你說像現在下棋 有沒有下那個 什麼 跟那個AI下棋 下圍棋有沒有 就最後呢 反而那個棋網還輸了 有沒有 OK 另外的話 大數據 Big Data B 有沒有 都A B C D E C 的話 是Cloud 雲端 OK 那我們很多東西都放雲端嘛 除了雲端之外 還有哪些應用 也可以想想看 還有人臉辨識 有沒有 其實人臉辨識之外 還有很多啦 語音辨識也是 像現在的人臉辨識 我是覺得做得最好的 你們可以使用一下 那個Google的Google相簿 Google相簿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Google相簿裡面 都會自動幫你分類的 有沒有 自動幫你做人臉辨識 以前的話 你要自己分類 爸爸的照片 媽媽的照片 哥哥的照片 姐姐的照片 現在都不用分類了 因為他自動幫你做人臉辨識 有沒有 自動幫你歸類 所以像我現在把我那個兒子 從小到大的照片 做一個分類 不用了 點一下我兒子的臉 全部都已經按照時間軸 把我兒子從小到大的照片 通通歸類好了 太棒了 太酷了吧 當然還有治安的使用 或者門禁管制的使用 有沒有 其實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這樣的話就不需要很多人 有沒有 像警衛一直看 這個人是好人 這個人是壞人 警察也不用 有沒有 只是說他有牽涉到 那個隱私的問題 不過如果避開這個隱私的問題 我覺得這非常棒 以後要抓小偷的話 很簡單 有沒有 一照 這個人 所有data都出現了 對不對 那其他的還有電動車就不用講了 大概預估 台灣應該是2035年 本來是2035年以後 就是禁止販售燃油車 也就是說以後不能賣 就是只要加汽油都不行 那只能賣什麼電動車 OK 所以可想而知 未來電動車 當然會是很大的需求 不過電動車有一個部分很重要 就是他對於半導體晶片 需求量非常 因為他所有東西都電動 都要半導體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 股價會衝這麼高 因為所有東西都要半導體 那剛好這部分又是台灣的強項 應該大家都聽過台積電吧 如果你對台積電不認識的話 你可以稍微Google一下 因為這個台積電的股價 就佔了台股的百分之三十幾 他一家公司 他就佔台灣的股市 百分之三十 OK 那更不用說他的上游跟下游 所以加在一起可能六成七成 也就是說 半導體這個產業 已經佔台灣至少六成七成 以上的什麼 這個營收 所以如果台灣要有錢 一定要有半導體 如果要想要窮的話 那當然就沒有半導體就完蛋了 OK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其他這個是相關的 證照諮詢委員會 前一陣子也有證照找我去幫忙審提命題 然後我還去幫忙做那個 這個這個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 因為第一次上課 那請各位一樣把那個範例檔先下載 那我們上一次上課好像講到哪一個 上一次是講到那個第一個範例 所以待會請各位下載範例檔之後 開啟那個第一個單元 就是這個下載 裡面的請各位開啟那個範例檔案裡面 的這個 151這個 這個還沒講到 那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請你把它打開之後 請你把B欄裡面的這個公司 把它刪除掉 給delete掉 然後接下來的話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瓜糊裡面的資料 放在隔壁的B欄裡面 那我要怎麼做 剛以前你講說老師我Ctrl C Ctrl V貼過來 然後這個點兩下 選取Ctrl C Ctrl V 可不可以 可以啦 那問題是 如果今天這邊只有十個資料 你大概花個幾秒鐘OK 可是這邊如果十萬筆這樣的資料 有的有刮糊 有的沒刮糊 那你不會做多久才能完成呢 OK 所以特別是剛剛那個方法 突發鏈鋼你要盡量避免 小量資料可以 但是大量資料 就會是問題了 那因為未來我們的趨勢都是 Big Data 大數據 所以你要想辦法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那要怎麼樣解決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重點就在這裡 我剛剛刪除之前 有沒有 我們看一下 你們發現這邊 其實就已經有答案了 就這個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完成這個事情的話 你需要至少學會裡面有三個重要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Find Find什麼 Find錢瓜糊 Find是尋找 Find的話呢 是從那個前刮糊的位置下一個取資料 到後刮糊的位置 中間這個字幫我取出來 OK 那ifl是什麼呢 如果他沒有刮糊的話 會發生錯誤 那我要把它避開 所以會需要用到這三個函數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呢 要怎麼樣把這三個函數 全部串在一起 做出上面的公式 沒有錯誤 OK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好